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2018年的啊,做答题的部分,那我们呢,呃,我还是用手写会比较快哦,但是我怕不够位啊,所以我,我可能用那个 Zoom的那个来写啊,就会比较快一些,好吗,因为这个pdf的哦,他的,那我不晓得是什么问题,他的卡, 好,写不坏,ok,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啊,呃,这个展开嘛,如果你用展开的话呢,我觉得会比较不坏哦,这个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我用定式分解会比较快,而且你看,还要定式分解,所以我们定式分解的话呢,钱平方解不平方看吧,我就有钱,钱加后, 啊,然后,钱3a减b,减后,加3b,ok,所以呢,呃,所以接下去,我就会得到3a加a点4a,然后呢,减4b,这个的话呢,就2a,啊,加2b, 然后呢,然后呢,这里前面呢,我抽4出来,后面抽2出来,我就会有128a减b,a加b,啊,那这个就是你的答案了, OK,因式分解,b的话呢,OK,我们看一下b,b的话,我们做的时候,哎,前平方减后平方,看到吗,9的话呢,是3的平方,所以是x加3,x减3, 好,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用交叉层的这个,呃,呃,呃,因式分解,我就会得到x加3,x减1,啊,加3减1才是正,啊,正1,这个是除法,哦,我们把它变成成法,然后呢,上下颠倒, 好,x减4,呃,因式分解都,x加2,x减2,然后我们写在分值,然后呢,这个呢,就写在分,呃,x减3,x减2, OK,那x加3可以约咯,x减3也可以约,x减2也可以约,所以呢,这一题就会得到x加2,除以x减1,OK,所以,啊,也是很简单的,啊,这一题, 在分割, 哦, 第七的呢,呃,西的话,我们第一个,哦,我讲,我我我我我两边,哦,交叉层道,五层过来2,5x加520,啊,小于2x减428,2x拉过来得到3,这个拉过去得到4,18, x呢就会小于负6 OK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得到2x拉过去 得到x在右边 1拉过去就得到负2了 1-1 所以两个在combine 我要小于 负6 我要小于负6 我要大于负2 负2是比较大的哦 对吧 所以这里两个呢 是conflict了的 又会有怎样的情况呢 这个就是无解了 这种情形就无解 因为它两个呢 没有overlap的部分 没有overlap的话 连帝方程组 如果没有overlap的部分 你的解呢 就是叫无解 第2题 75它是25乘3 所以它可以 75是25乘3 25可以开出来 525 然后呢 5跟3 OK 109108的话 你就可以地零8除以2 54再除以2 224 720 这里又有3个3 对吧 也就是说它是36乘3 那我就可以开一个6出来 好 跟号3 再除以一个3 OK 大概是这样子 再来第三个呢 我们看 147 可以除以7 724 717 7 73 21 所以它其实可以拆7 7跟号3 除以2 OK 好 那接下去怎样做呢 你可以把根号3给抽出去 然后呢 你就去处理那个剩下的东西 那这里可以先去解决2 OK 那这个的话 你抽根号3出来 就是5加2减去2分之7 当然2分之7是3又 3又2分之1的意思 那这里是7 7减3 OK 7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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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4 再减2分之1呢 就得到3 3又2分之1 那你就3又2分之1 我们就减成2分之7啊 就是2分之7 跟号3 OK 没问题 好 再看第2 ��去 比这样 分之7 是1 tor financially 前平方减去后平方 分子的话呢 就会得到完全平方 对吧 根号2减1乘两次 这个就完全平方 完全平方的话呢 就是前平方减两个前乘后 再加上后平方 那2减1刚好是1的关系 那2加1就会得到3 3减2根号2 那这个时候呢 你才把那个1减414给带进来 1减414 然后呢 2层进去 212 428 212 428 所以呢 我就用3减2.828 得到9减2得到7 9减8得到1 最后的答案是0.172 OK 所以就是你要答案 OK啊 好 再下去 第三题 这个题目 其实你不需要做 为什么 因为0次方 它一直低的 所以你这个 如果够快的话 你自己可以调调 你自己看到 0次方 哎 这么多的 然后8的话呢 是2的3次方 好 然后呢 你就会看到它是2的-3次方 因为它在分 然后呢 你再把这个-3分之1给乘进去 下一步 然后这个呢 是 这个是多少 3的平方 4呢 是2的平方 最后呢 再乘上这个2分之3 OK 我们乘进去呢 复复得正3 第三 所以就得到减2 然后呢 复成进去呢 就上架点倒 2呢 约掉 然后呢 再乘3 所以是2分2的3次方 还有3的3次方 那这个2减1就等于1啦 这个的话呢 是等于8分之27 好 8分之27 那我就有 呃 是8分之2 3大24 8分之3 所以应该是2又8分之3 OK 所以这里是2又8分之3 再看一下解这个呢 你看到8 你就要想到 哦 它是2的3次方啊 对不对 2的3次方 然后 4x减2 我们下一步再乘进去 16呢 是2的4次方 然后呢 有2x加3 11点再乘进去 4是2的平方 OK 那有x加1呢 再乘进去 那我们base全部是一样了 好 那我这乘进去的话 432x减326 OK 那这个的话呢 428x加432 2乘进去呢 加2x加1 乘法的话 指数相加 那他的base2两个一样 我就直接约掉了 好 那就会得到12x减6 这里得到10x加13 然后拉过去减呢 就得到2x 6拉过来加呢 就得到19 x呢 就会是等于 928 928 912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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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再看一下第四题 第四题 x是5的a次方 y是5的b次方 以a和b来表示这一个log5x3次方 我们把5a次方跟5b次方直接放进来 就会得到5的3a次方 乘上5的7b次方对吧 然后呢有这个开根号log5哦 所以我们呢可以看得出来 它其实是什么 3a加7b根号的话呢 换成这个除以2 log5是1 这个搬前去我们就会得到3a加7b除以2呢 就是你的卡 A的话呢 其实只是要你这样子来表示就可以了 好再来看第4b 呃 所以第4b这个log的底都是2哦 因为它log的底如果都是2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准备在一起 减法我们就会变成除法 啊除法如果变成成法的话 我只需要上下减少 这个呃这个加的话呢 我们就成法 然后就变成9分之8 ok339826 所以你是有呃是有多少 2的2次方因为还在分 啊224所以呢啊 啊2拉前来 221 啊 说自己的答案呢 就是 OK 可以啊 很容易 OK OK好,再来看一下这一体压讲座 Base不一样,Base不一样,所以我们没办法 把它直接的处理掉 换底 换底公司不是我们这一边做的吗 习惯 初中的阶段没有换底的话,这题要讲座 OK我先解释一下,这题是怎么 理论上要怎样做 理论上来讲Log7 3乘上这个2乘上去的话,它的根号就去掉了 所以是Log57 过后我把这个除法给拉上去 那其实呢可以对调的,就是说他 如果变成除法 我的9跟 25呢我就可以对调 然后呢,因为这个9是3的平方 9是3的平方 25是 25呢是5的平方 然后呢,他这个的2拉前去就放分 这个的2拉前去就放分 然后呢,就是2除2就越掉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就会得到这个 那这里要怎样做呢 我们有一个换底的方法呢 就是说我可以把它这样子割开 然后呢,这个是Log 3 这个变Log7 这个底呢,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 我们 一般上我就没有 要求的话,我就直接放 以为10啦 像这个的话呢,就Log7除以Log5 乘以Log5 除以Log3 那Log3跟Log3可以越,Log5可以跟Log5 Log7可以跟Log7越 所以这题呢,做出来是1 但是问题是呢,我用了个高中才教的一个方法 叫做换底 这个对数的换底呢,事实上呢,应该是高中 才有教的 所以我不晓得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学校啊,他就教了学生,他就当作是啊 我就可以考 所以 这个是道理上来讲,应该是高中的程度啦 OK 好,再看一下第7题B 哦,他就跳掉了 那跳 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我看一下 第7题B 那这个脚B是90度 脚ACB是 30度 脚ADB是60度 AC是6CM 那请问CB是多少 这边要用的是 30度啊 直脚三角形 30度所对这边等于斜边的一半 这个是6 这边就会是3 OK 呃 假设说B是X 好 呃,因为这里是30度 所以30度所对的边等于斜边的一半 这里是X的话 这个就是2X啦 然后呢,怎样去找这个2,呃 2X多少 cd其实就是2X 所以我们呢,可以用这个直角三角形 呃 的 我不晓得哦,你们如果有学过三角函数的话 就可以用了 就是如果用 因为上面呢有三角函数哦 所以我可以用三角函数的一个解法 那我这边我一直不用是因为我 如果你可以说你们他没有学的话 你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最后呢,再用必识定理啦 所以这是3的平方加 2 X的平方 是等于2X的平方 那你也是可以找到X多少 算算9 X平方 4X平方 拉过去3X平方 等于9 啊 那X平方是等于3 X就会是等于根号3 那这个是根号3的话呢 这个就是 呃 2根号3 所以这个cd的答案呢 如果你们有学了三角函数的话呢 三角函数 三角函数的一个解法 啊 所以啊 那个做法可能就不同了 不过答案呢 还是一样的 那第八题 如图器 所示 那正六边形跟afgbh 是一条直线 请你找出 X和Y 呃没有X不过我猜啦 我猜是在这边 OK 不然的话就做不到了 那Y是这边 OK OK好 那我呢 我想到说啊 我可以用三角形外角 等于两类对角之合 所以这一边呢 是85 加Y 因为它是正多边形 所以它每个角是一样 这个角 也是85 加Y 过后呢 因为这两个边一样 正多边形 所以这一边呢 是X 如果是 所以它的三个角加起来 85 加2 X加Y 是等于180的话 我初步可以算到2X加Y 是等于这个 95啦 不过它要找X加Y 所以我可以用这个方法 当然我们知道呢 85加Y 其实呢是120 好因为正六边形呢 它其实这个角是60度 好 外角是60 内角是120 然后呢 Y其实是 120-85 也就是 35 OK 所以如果这个带35的话 我就会得到2X 等于60 X就会是等于30 所以最后呢 30加35呢 就会得到65 原先我以为说我可以 不用找出X跟Y来 我直接找X 下Y 但是看起来不行哦 这里X这里Y 结果这个还是X 没办法 OK 好 好第八题 第八题B 如图霸所示 B C 平行 A D 然后呢 A1是3 A1是3 这边是3 D C是2 然后呢 A D D 的面积是18 9 A B C的面积 对吧 那我们知道说 这里两个ADD的面积 ADD是 相似ABC的 那相似型呢 它的面积比 呃面积比就是18 比这个 ABC的面积 会等于3 这个是3 这个是5了 3比5的平方 也就是339 5525 25 OK 那9跟18 越减生2 2乘25 就会得到50 所以这个ABC的面积呢 就会是50 然后呢 T型的面积呢 ABC是50 这个18 叫10 50减18 就贵了 对不对 所以是32 那这个B BBB的面积 又会是多少 啊 等等啊 嗯 OK 那这个32里面哦 它又可以看成 BBB 跟BBC 这两个三角形 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比呢 会是怎样呢 会是底边的比 因为他们是整高三角形 OK 整高三角形 面积比等于比的比 它的底的比呢 也会是3比5 啊 因为这个是3比5 这个也会是3比5 OK 所以如果我3比5哦 就是总共3加5是 3加5是等于 3加5是等于8 所以我把面积分成了8分 B 呃 BBB呢 就占了3分哦 所以它是 除以8乘以3 4832 32呢 4832 432 所以自己答案是12 没问题啊 啊 所以这个要配合 等高三角形 像是形来讲呢 其实 啊 找面积啦 啊 找面积 然后有时候呢 是要你证明那个 哪两个三角形 是相似的哦 那个也是 常考的 OK 最后这一题 主句的大小 你主句哦 是要做correction 过后 也就是说这个加0.5 这个减0.5 所以就会得到20.5 减去10.5 啊 总共是10 这个主句是10 第四组的下组接 下组接应该是40.5吧 OK 第三组的上线 是40 上线跟上组接下组接差别在哪里 下组接是有tuning的上线用线的话就没有tuning 啊所以这个呢你要懂啊啊那累计评注分配表来讲呢 你就用他的上线每一个的上线 第四组的 哎 上 等等啊下组接下是那边啊这个应该是50了 上线上线你跟上下 上上线30 我看一下后面有答案的好像 40.5 这是40 哎没有错 为什么我突然间就在那里弄乱去 40 啊 OK 然后呢做累计评数 累计分配表 累计分配表 然后累计 累计评数多变形 这个我就不划了 然后18 这个是从那个图里面啊得到的啊 那我就不讨论 OK 所以 大致上是这样子 所以你的老师是把那个还没有考的东西就去掉了啊 应该是这样子 OK 好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